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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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追 你们赶快躲起来 我带着你们的马 把他们引开 快呀 大人 此地马蹄脚已经砸乱 他们肯定在哪儿待过 顺着马蹄 追 驾 奇怪 你说张丹丰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走吧 我们先回去看看兄弟们 嗯 嗯 兄弟们 荆斗寨今天遭子大劫 我这个当寨主的 有不可吞泄的责任 是我无能 害死了大家 十年前 我爷爷创立了荆刀寨 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今天 今天 却毁在了我的手里 我对不住大家 我对不住大家 周大哥 留得青山寨 我相信 京道寨 一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好 玉姑娘 我跟你一起入关 我去寻我爹当年的好朋友 帮我一起重建京道寨 周大哥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到的 我们的人追到了燕门关 也没有张丹风的消息 我想 他已经入关了 张丹风 逃到中原 罗门再想抓住他 可就困难了 张家的那批宝藏 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得不到是吗 先生 金银财宝 我并不在乎 只是 那张军事地形图 非常重要啊 我答应过你 帮你得到那张地图吗 先生 确实曾经答应过 既然我答应过 你这少啰嗦 不管张丹风跑到天涯海角 我还是会得到那张地图 先生 那是老夫多虑了 我已经帮你解决了张宗舟 我已经帮你解决了张宗舟 你只要做好发兵的准备 时机一到 就攻打大明 好 我回去一定加紧练兵 同时游说大王 答应我早日发兵 但是 先生 那张图关系重大 先生是否已做安排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还是不相信我 不不 我怎么能不相信先生呢 我只是担心 张丹风毕竟是 阿州张士成的 张家在中原的党羽众多 而且隐藏得很深 他们的规模 势力到底有多大 实在是难以顾及啊 乌合之中 难道他们的势力 可以和大明朝廷相比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门下四个弟子 除了澹台灭灵 吴猛夫和林隐先 还有一个大徒弟在中原 大明朝廷 总管太监王海 全清朝野 我的徒弟就是他的干儿子 他掌管东厂 而且尽得我的真传 以他的势力和武功 杠丹风就算得到了地图 也没有命去享受 先生果然早已做了安排 对了 你的徒弟叫什么名字 庞兆天 大人 先走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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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你还是听大家的话 赶快逃吧 我为什么要逃 大人 大人 我做事一向是光明磊落 忠心耿耿 他庞兆天 纵然是能有只手遮天的本领 也不能目无王法陷害忠良 我一走 岂不是被他抓了个把柄 给我安插个莫须有的罪名 可你不走 他又何尝不会给你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呢 我要跟庞兆天一起去见皇上 让皇上来分个是非屈指 大人 大人 庞兆天来了 庞兆天来了 你怎么能够见 我个人 你怎会是 寅可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庞公公 深夜来此可有要事 统领大人 你可知罪呀 下方何罪之有 何罪之有 那让我来告诉你 你纵容手下私通外敌贩卖兵器 可有此事 那证据呢 证据拿给我看 证据吗 我说的就是证据 皇帝已经落下圣旨 怕你死罪 那圣旨拿 圣旨拿给我看 圣旨 恐怕你得到阴曹地府 找阎王爷去要了 庞兆天 你居然敢假传圣旨陷害本官 圣我者昌 你我者亡 我早就对你说过 只是你 不当回事而已 庞兆天 我跟你拼了 居然敢的 不自量力 府中一个喘气的都不能弱的影响 公公 关外送来的东西 府安呢 在 你听说过有一个叫张丹峰的人吗 奴才没听说过 我师父通知我 让我去夺取张世成的宝藏 这个消息 确实是很吸引人哪 府安 奴才在 你马上把这个消息给我带出去 让江湖中黑白两道的人 把张丹峰那小子给我找出来 是 奴才这就去办 小姐 等等我们 喂 华丽太师的 大小姐来了 赶紧出来 给我一件圣宝 你们都死光了 喂 粉小姐来了 快来照顾一下 有人吗 打完 别管了 有人吗 别管了 快去找点吃的喝的来 好啊 好啊 睡啊 还蛮烫 小姐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 咱是不是可以多住几天 歇歇脚 你又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找丹丰哥哥的 一会儿 你们两个帮我去打桶水 烧开了 我要好好地洗个澡 在这儿睡一觉 嗯 那 给 谢谢小姐 来 驾 驾 驾 一 驾 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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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姑娘 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 你还想有意啊 啊 你要是敢有意的话 我就废了你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啊 你还想看见啊 啊 你要是敢看见的话 我就插死你的眼睛 还有啊 我警告你啊 不许你给我说出去 你要是敢给我说出去的话 我就杀了你 三百两 什么 什么三百两 三百两银子啊 我告诉你啊 三百两已经很便宜了 要不是我们的钱都被骗了 会这么轻易的饶过你啊 别废话 拿银子 走人 我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小姐 她还救过我们的命 要不 就不要为难她了 嗯 好吧 看在你还救过我的份上 给你打个折 有了 二百两 有吧 拿来 拿去吧 我就 带了这么多 就 就什么地方银子啊 你个大男人 出门不带个一千几百两银子 你还敢出门啊 收好了 站住 你以为 就这么几个钱 就想把我们三个打发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啊 这两百两的账你不还上 休想离开这里 那 那怎么还啊 怎么还 没有银子 没有银子 你就做阿妩 什么阿妩 他们一个阿三 一个阿四 你就是阿妩 我姓云名仲 我管你什么云仲云青啊 总之 我叫你阿妩 你就是阿妩 我 阿三阿四呢 平时负责我的一时起居 你呢 一个大男人有力气 以后 所有的脏活累活 都是你干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谁呀 谈谈灭明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我不是来抓你的 我不相信 我已经跟我爹 记过三掌了 他答应过我 要我来找丹凤哥哥的 小姐 我不是来抓你的 太师这次让我来 是给你传个口讯 口讯 太师说 你要去找张丹凤 他不反对 不过 他有个条件 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你找到张丹凤后 必须让他回瓦历 而且他要答应 说服他的父亲张宗舟 从此不问朝政 接受大王封他的安乐侯 安详天年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师也想让你得到 真正的幸福啊 那我爹 他是不是不受我的气了 他还是最疼我这个女儿的 对不对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 明镇言顺地去找我的丹凤哥哥了 不过小姐 中原不比瓦历 你人生地不熟 这一路 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 你放心吧 我有阿妩 她可以保护我们的 阿妩 对啊 就是我刚刚收到那个保镖 他很厉害的 幸云的那个小子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早就跟着你了 不过有幸云的小子在 我一直没有现身 你认识他 是 他就是刺杀张宗舟的刺客 刺客 是啊 他们云家跟张家有仇 不过这小子 人很正派 你大可放心 对了 你最好不要让他知道 你先去找张丹凤 干脆什么都不要对他说 好 我的话也带到了 就此告辞了 你站住 把你身上的银两 给我留下 你的钱花完了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嘛 拿来嘛 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 你是一个大男人 还会武功 肯定自己会有办法的 我就不行了 对吧 好吧 小姐保重 保重 保重 小姐 你骑马了 好阿妩 不亏本小姐曾经厚待过你 小心 给 本小姐先去遛马了 你们随后跟来啊 好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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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加油啊 加油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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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能在这儿遇见你 兄啊 追了我三天三夜 我刚刚才摆脱了他 其实啊 你早就应该出手 先把他打退 再跟他解释一遍 他本来就生性余弱 如果这样做 我怕他的误会会越来越深 你呀 就是太会替别人着想了 这是你的优点 也是你的缺点 你怎么会来 野猎让你来的吗 是啊 野猎让我去追托不花 同时追踪担风 强取宝藏 托不花怎么了 他怎么会出来 托不花对丹风一往情深 居然跟野猎闹翻了 偷偷出来找丹风 那你追到他了吗 追到了 他正好跟你那个失职云仲在一起 所以我也就放心了 我这个失职忠厚老师 他虽然跟张家有仇 相信他也不会伤害托不花的 是啊 不过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跟丹风一定要小心 此番你们回中原 我相信我师父一定会通知我的师兄庞兆天 庞兆天 他是掌管东城的大太监 羽衣众多 权勤朝野 而且武功还比我高 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我不能再次耽搁了 我要立刻去跟丹风会合 也好 也好 谢大侠 一路之上多多小心 我会去中原剑庞召天 也好暗中相助你们 好 请 保重 让开呀你 让开 让开 别挡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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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挡到 让开 别挡到 让开 真是 店家 店家 把最好的韭菜给我拿上来 来了来了 客官 这是您的酒 这是您的菜 您慢慢用 好好好 快点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弟兄们 都听好了 这一带 是张丹丰的必经之路 你们都给我盯住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是 是 这回要抓捕张丹丰 我拿你们试问 是 是 不是 来 我们去那边看看 嗯 来老板 公主拿我一个 来给你钱 谢谢啊 来 帮忙 放开 张丹丰 张大哥 干嘛 张丹丰 张大哥 走 快点 好小 你就张丹丰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刚再让人半天了 你像锁头乌龟似的 不敢站住 张丹丰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老子 张宗舟当什么破宰相 你就了不起了 张宗舟算什么东西啊 还不是人家的一条走狗 啊 对了 还有你们家那个祖宗 张世成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是一个贩卖私人的狗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家都是什么 酒囊饭蛋 你告诉我 你今天封见我 算你倒霉 来人哪 给我拿下 是 communauté 沙丹丰 什么 呀 那 ritos 灯临我算你倒霉 你还那么凶呢 反风 师父 反风 师父 怎么样 不要再闹了 我只是教训他一下 好了 走吧 好 真厉害啊 他想往哪里跑 看这都是高门的 兵姑娘 当才你为什么不让我杀张丹风 难道你不想找他报仇了吗 这一路我想了很久 其实张丹风并不是个坏人 他三番四次地救了我 甚至也救了你 这样的人 我下不了手 可他是你的仇人张宗舟的儿子 是 我们云家的仇人是张宗舟 但不是张丹风 我要是杀了他 岂不是错杀了好人 兵姑娘 你忘了你爷爷 临终前说过的话了吗 张宗舟杀死了你爷爷 害死你爹 你一定要为他们杀进张家后人 为他们报仇血恨的 这是你爷爷临终前对你说的话 难道你都忘了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最臣云静 身受皇恩出十瓦礼 一去二十载 与逆贼张宗舟串通 今日千规图谋内应 颠覆朝廷 罪无可恕 自酒自残 亲子 阿姨 阿姨 有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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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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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呀 太祖皇帝 爹爹 你不要死 爹爹 你要记住 谁是我们家的仇人 谁还在我们家破人物 长宗舟 我们家后代 一定要找你们报仇 我要杀进你的后人 一个都不留 爹爹 爹爹 爹爹你不要死 爹爹 爹爹 我当然没有忘 可偏偏 张探风不是一个坏人 家仇不能不报 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都改变不了 他是张宗舟儿子的事实 如果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那我自然不会留情 可偏偏 让我杀一个好人 他的好 或许只是做给你看的 云姑娘 难道你想违背 你爷爷临终前的遗言吗 不要再多想了 现在我们去追张探风 还来得及 那我哥哥怎么办 留书一封 他一定会赶到 公公 公公请 参见公公 拜见公公 拜见公公 张探风找到了吗 回病公公的话 张探风确实被我们找到了 他已经入了关 还和我们交了手 不过 让他给逃了 逃了 是 张探风实在太狡猾了 他还伤了我一条腿 要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给捉回来了 这么说 还真是辛苦你了 我干 不过 张探风一日抓不到你们 就一日不得松懈 庞公公口谕 张探风身上关系一个重大的秘密 一定要活捉他 你们想尽一切办法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把他抓回来 是 在下请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好自为之吧 谢谢公公教诲 公公慢走 快扶我坐下 好好 张探风 我已经下了一下 你们准备一下 带人去找张探风 去啊 没事了 好 好 走吧 好 大